铲除行车道上的积雪 楚天都市报12月30日选 记者胡永谋通讯员张远华乌辉 12月30日凌晨开始 一场京东最强的降雪 新西厄东地区 气温低至零下四度 湖北黄黄高速公路管理处 启动应急三级响应 在黄黄、五英、马五高速公路 和九江二桥北接线 连续开展大规模溶雪出边工作 确保道路在复杂气候条件下 具备通行能力 捍卫额干完省级大通道畅通 撒布容雪季由于雪晴迅猛自凌晨三点左右 开始短短两个小时内 高速公路行车道积雪厚度就达到一厘米以上 超车道和硬路间超过两厘米雪晴 就是命令养护部门与路阵 交警连行连动 分段划片出动大型除雪机械 按照先采除行车道 再采除超车道的步骤 采除路面积雪 确保道路始终保持一条以上的车道 可共通行用人工撒布 机械撒布相结合的方法 在桥梁、重坡等一结冰路段 不间断撒布容雪季,并在一打滑的上坡路段驻守养护人员 采取铺设草垫 随时熔兵的方式 竹台 帮助过往货车爬坡 及时处理交通事故随着雪晴延续700左右 交警部门在黄黄、马五、五英高速部分路段收费站入口 才取现行措施 仅限三行货车 含三行不含微化铁车辆 上路行驶 为了让司城不来的不受动 黄黄管理处沿线收费站 一方面开展宣传解释工作引导部分车辆绕行国道 一方面开放站所职工之家开启暖气 为滞留乘客提供免费早餐、浆茶等服务 让滞留司城安心等待道路开放 为滞留旅客提供早餐,截至12月30日11点 黄黄管理处1000多名干部职工 100多台套除雪机械坚守在一线 12小时以内寄撒不容雪季120余吨 产出路面,积雪1000多平方 黄黄、五英、马五高速和九江二桥北界线 未出现严重积雪机兵情况 未出现大面积车辆滞留情况 未出现大面积雪族 雪有海中 请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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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不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